凌晨零点,辽兰传噩耗 韩德军22岁接班人因病去世,球迷难过哀悼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那么最近的CBA各大球队呢虽然说正处于休赛期当中,但是呢 很多球队已经逐渐的开始集训 包括一些球员的变动呢也都在进行当中 那么可以说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呢,他们都非常的期待能够争取 通过这些调整啊 在新的赛季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对辽宁队来说,其实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在上个赛季拿到总冠军之后呢 这个赛季势必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整啊 争取在新的赛季去捍卫他们的冠军荣誉 而就在整个辽宁队呢为新的赛季去继续冲击冠军做好最后的一个准备的同时呢 他们内部却传来了一个离世的噩耗,让很多球迷呢真的非常的痛心 非常难过 目前呢根据辽宁媒体东北大出流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比较难过的消息 他指出呢原辽宁青年对李玉宝呢因为马凡是综合症的话最终的医治无疗 医治呢无效去世 也是呢与世长吃了 从目前来看呢他的年纪呢只有22岁那么如此年轻就 非常黯然的离世了对很多球迷而言真的是一个 恶腕叹息非常难过的一个消息 从网络上公开的一些资料显示啊那么李玉宝是 2000年出生于辽宁盘景年仅22岁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00后 也是一个天才信心 他的身高呢2米0高摸高啊可以达到了惊人的小米3米45而且身体数字呢非常的不错 他适合现在的辽宁队一队的队员余泽成 吴昌泽呢 都是同属一批的一个球员 而且呢因为他在整个啊个人特点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出色的 那么其实呢也一度啊被称为是韩德军的接班人 所以说实话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说呢现在突然离世啊 不仅是对辽宁队甚至可以说对整个中国篮台而言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李玉宝呢他其实啊从一开始2013年呢就从体校进入了辽宁的青年队 后来15年呢其实啊一度获得辽宁省青少年的篮球锦标赛的第1名 不管是篮板封盖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 包括呢脚步的话也是非常灵活 所以从各方面的一些条件包括了整体的履历来看的话 其实呢 其实李玉宝啊都是辽宁队现在的阳软升起的一颗星星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球员 就像刚刚所说的和他同一批的无昌泽的那些球员呢 现在不仅是一对的一个阻力而且呢也成为了我们中国男男的一份子 所以其实实际上对于李玉宝来说如果接下来他没有什么生病的一些意外的话 他接下来继续努力呢其实他也完全有希望呢能够进入辽宁队更多的一些主力位置 甚至有可能接下来呢也能够有机会来进入我们中国男男的二队 啊去进行一个集训 但是啊现在呢其实啊说一切都晚了那么随着他离世的一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些球迷而言呢也只能够了去接受这样的一个非常痛心 难过的一个消息 其实事实上啊在这几年呢辽宁呢包括CBA呢也都 不断的去传出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年轻球员呢 一年早逝的一个消息 包括此前北京首纲男男呢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呢 因为这个身体的一方面的癌症呢最终生病去世 所以可能对于我们所有在意的运动员来说呢那么确确实实的一方面要兼顾比赛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及时呢有一些病痛的话要及时去解决 及时呢去处理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呢李玉宝能够一路走好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